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袁世凯一生稳扎稳打精明强干 用不流血的方式结束2000年帝制 当上大总统 上台后又以雷霆手段消除政敌宋教人 摁住国父孙中山 大总统之位可以说高枕无忧 没有任何威胁 不受任何牵制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 老老实实在总统位置上寿终正寝 大概率他会得到一个相对正面的历史评价 那么究竟为什么袁世凯选择在他政治生涯最后阶段称帝 导致他被拓骂至今呢 很多人认为单纯是袁世凯想过把皇帝饮 这么想其实不太有说服力 因为回看袁世凯发家时 他从朝鲜出道 历经务须变法 再到小战练兵辛亥革命 袁世凯本人极度信奉实用主义 做事又稳又狠 目的性很强 所以真实情况是 袁世凯称帝并不是他想图个虚名 而是一次关乎身家性命的自救 后期袁世凯的大总统之位 看似四平八文 实际上摇摇欲坠 因为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收不上来税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中华民国取代满清朝廷 成为中国合法政府 民国继承了清朝的正统地位和领土 同时也继承了清朝的债务 我们都知道 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中规定 清政府要向列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总数超过10亿两白银 并且绝大部分赔款在清廷变亡时 还没有偿还 比如新手条约1900年签订 约定赔款4.5亿两白银 连本代息9.8亿两 分39年缓清 到1912年民国成立时 只还了四分之一 所以袁世凯一上任 就面临巨大财政压力 虽然说袁世凯对内发行债券 对外又跟列强们借到一部分钱 但这些收入没有可持续性 不是长久之计 一个政府想要拥有长久稳定收入 唯一的办法是收税 在清末 传统赋税 也就是田赋和人头税 给农民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导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因此清廷逐渐把田赋和人头税废除 将离金关税与盐税作为主要税种 但是由于清政府多年持续打败仗 所以关税和盐税两大重要税种被列强把持 清廷能收上来的只有离金 什么叫离金呢 离金类似于明朝末年出现的聊想和炼想 是一种临时税收 目的是为了抽集军费 离金的收取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官方可以从任何一笔交易中抽成 比如租售土地买卖粮食翻运丝绸都要抽成 具体是抽1%10%还是20%没有定数 全看当地官员心情 民间对此怨声载道 但是官员们很喜欢 因为可操作空间大 有水风后 袁世凯上台后想要废除离金 推行更合理的印花税 但是地方阻力很大 先是天津商会通电反对 随后全国各地督府上书要求缓办 拖到后来不了了之 最终税收改革没能成功 税种不合理也就算了 关键是用这种不合理的方式收上来的钱 袁世凯也见不到 在清末明初 中国传统央帝财政关系 主要依靠解款与协款制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某个地方 今年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 也就是账目上有盈余 那必须将这笔钱上交中央 这叫解款 如果地方今年支出大于收入 财政上有亏空 那也可以无条件向中央申请补助 这叫协款 类似于今天的转移支付 按理说有的省穷有的省富 所以中央财政应该是有进有出 但是到了袁世凯这里 所有省都在哭穷 几乎没有解款进账 美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越来越恶劣 后期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袁世凯当然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没办法解决 因为地方不给中央贡献财政 本质原因是 中央对地方没有人事人民权 我不听你的话 你也动不了我 但我自然肆无忌惮 那为什么中央对地方没有人事人民权呢 因为地方拥兵自重 袁世凯不敢动 你能想象袁世凯 罢免延西山 冯国璋 今天敢让他们下岗 明天他们就敢拉你下马 就算是相对听话的直立总督出家宝 在听说袁世凯想要收回地方基层 官吏人民权以后 都敢直接打电话回怼 表示不满 所以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做的相当憋屈 他在法理上震慑不住任何人 袁世凯此时回想起自己 当年在清朝做直立总督时 全清朝野万人之上 但是清逊帝一直诏书 就能让他回家养老 靠的就是中国2000多年来 君君臣臣夫妇自子的传统伦理 任何人必须无条件服从 所以称帝是袁世凯试图从传统伦理中 重新建立权威的最后一次尝试 今天我们回看袁世凯称帝 无疑是一部臭棋 是道行逆施 身貌天下之大不为 那当时袁世凯身边的幕僚班子和智囊团 就没有人看出这一点 并加以阻拦吗 答案是没有 身边人不但不阻止 反而积极怂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是袁世凯儿子袁克定和幕僚杨渡 袁克定很好理解 袁世凯当时身体不好 登机之后皇位很快就能传到他这 所以他是称帝最大收益人 袁克定的主要行动是蓝 他把各方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音蓝在外面 不让袁世凯听见 比如当时有一份民间报刊叫顺天时报 有一定影响力 这份报纸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 小机灵鬼袁克定 为防袁世凯看到这份报纸 就专门定制一份顺天时报给他贴 把强烈反对改为大力支持 幕僚杨渡作用更加关键 他的主要行动是推 推波助澜 杨渡这个人年轻有为 很有来头 17岁重秀才 18岁重举人 27岁被公派到日本学习法律 回国后受邀跟梁启超 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宪政改革报告 在学术权名气不小 因为杨渡在日本留学 见证过日本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过程 并且日本和中国文化相近 都是亚洲国家 所以杨渡认为民国应该全面学习日本 尤其是制度方面 日本是君主立宪 中国就应该也是君主立宪 而不是搞共和 君主立宪 首先要有君主吧 因此杨渡大力支持袁世凯称帝 他专门建立一个组织 名为筹安会 用来加速称帝进城 筹安会组建了很多请愿团 给袁世凯写信 请求袁世凯登基 包括将军请愿团 商会请愿团 学职请愿团 后期还有乞丐请愿团 妓女请愿团等等 力度非常大 所以在袁世凯眼里 朝野上下对称帝不但不反对 甚至有点迫不及待 完全意识不到这件事 会让他身败名裂 不得善终 那么问题就来了 袁世凯被亲信和文臣互动就算了 那手下一群 风疆大力 地方诸侯就没有站出来反对吗 事实上 这批人同样希望袁世凯成帝 全国共20省都军 在请愿信上签字 表示支持 其中包括后来 第一个跳出来反袁的蔡厄 这群人心口不一的原因是 他们同袁世凯早就冒合身敌 早就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袁世凯平定孙中山 二次革命以后 一直对地方军阀不放心 毕竟平定南方劳苦功高 同时自己手里还掌握着地方军权 财政权和人事权 干嘛还要听袁世凯调钱 两者之间矛盾越积越深 因此他们巴不得袁世凯成帝 这样就有充足理由可以扳倒袁世凯 所以时间回到1916年 带入袁世凯视角 他已经当了四年大总统 但是这四年过得并不顺利 对下老百姓不认可总统 不愿意交税 因为没了皇帝 相当于让人抛弃过去 抛弃2000多年的传统 但与此同时生活又没有变好 反而由于内乱不断 生存质量还在下降 民间对总统的抵触情绪 在一步步高涨 对上袁世凯本人越来越 管不住他手底下的那帮将领 签订21条后 更是将领导权威丧失殆尽 偏偏这时候 从民间到朝堂的所有人 都在告诉他 你赶紧重新当皇帝吧 当上皇帝之后 问题就解决了 加上个人虚荣心和家族利益推动 袁世凯就这样 亲手在史书图上 他人生最大的污点 回顾这段历史 袁世凯称帝似乎偶然中 又带着些必然 因为19世纪初 中国人正处于道德真空期 旧道德体系被推翻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封建地质被抛弃 民主共和又举步维艰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更是还有一段距离 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 人们对前路迷茫 所以会不自觉的回头看 但是对历史来说 回头看当然没问题 可千万不能回头走 所以后世往往用遗憾 来评价这段历史 但遗憾的同时我又很庆幸 庆幸中国人自古以来 强大的纠错能力 和对人意理智性 等传统价值观的坚持 让中国度过一段又一段艰难时期 让中华文明历经磨难 再延续至今 当下仍然是这个星球上 分量最重的国家之一 话说回来 近些年国内史学界 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更加多样化 没有以前那么极端 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因为只有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才能跳脱出历史的局限性